這狀態可以這樣講嗎 你注意看馬英九的講話 他說追溯期的規定跟民眾的期待有落差 所以他希望法務部通盤檢討 那這個怎麼通盤檢討 即便說你在修法 那這個也不溯及既往 過去幾年就幾年了 所以這個案子他其實只是在玩弄文字遊戲 即便說他怎麼追溯期什麼 什麼時候通盤檢討都不好了 因為法律的規定就是這樣 你用的法條是強制罪恐嚇罪 那障案追溯時期就是十年 關鍵的修法也沒有用 所以關鍵其實不是在這裡 關鍵是在於說你的司法有問題 是不是涉及到濫權追溯罪 是不是涉及到殺人罪 是不是涉及到凌裂致死罪 等等這個在當時的 江國慶的委任律師裡面 告發的這些相關涉及的行者 都已經講得清清楚楚 所以這個大家也不要說馬英九搞錯方向 今天馬英九沒有搞錯方向 是搞對方向 因為馬英九設定的方向 就是要有這些人都沒事情 做一個超完美切割 這個陳早明是他的案將 然後他對馬英九當時在補選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大狀況 三一九也是 這三一九你看他的立場就很清楚 所以這個馬英九是 我認為在整件案件裡面 他當然總統講的話 那到整個辦案的這個結果 都是符合馬英九 或者是國民黨一貫的這個想法 所以大家都不能再說他說不對 第二 馬英九說這個要檢討 欸 要修法 大家會記得嗎 油管法 那夜店 在生命的時候 國民黨怎麼說 說要修法 因為這泡麵沒有規定 所以要修法 我們才說這建築法 就有規定 他說要修法 美牛發生的時候 他講什麼 也要修修法 修什麼食品衛生管理法 那這一件他說要修法 其實我覺得這個坦白講 這個看出來說 馬英九事實上 面對江國慶的一個家屬 到目前為止 你不管是國賠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這種 這個在省的相關的這個官司 到整個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 馬英九幾乎是跳票嘛 是幾乎在整個 包括人權的保障 或者司法的改革這個部分 都是交出一張空白的成績單 所以我覺得 坦白講 馬總統的講法 對江國慶的家屬 是一場二次傷害 是